他原本是印度最底层的普利 而且童年也十分的悲惨 作为村长自由恋爱的产物 他甚至连姓氏都不配拥有 更是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常年欺辱 村长这边刚死 那边家里的锅碗瓢盆家谈云 就被无情的扔出拉家门 从这一刻起 严幼的普什帕在心里对天发誓 将来以后一定要做人上之人 永远不要被别人看不起 看不起 看不起 一转眼普什帕已经二十多岁了 但不是每天睡大觉 就是伸手跟母亲要钱 母亲也经常求他 出去挣点钱吧 为家里分担一点 可普什帕就是小钱不惜的 挣大钱挣不来的那种人 反正谁劝也不好使 就好比茅房里面没有纸 虽然狠味 但是非常的有个性 可就在一个不起眼的星期五 两帮人正在招苦力 一边是每天能给十卢比的掏粪小组 而另一边是充满了危险 但却是每天能给五千卢比的 非法伐木工 这个有个性的男人 选择了满是荆棘的那条路 在普什帕胆大心细 聪明的带领下 这些非法伐木工从此也很少被抓 可这次的木头刚卖完 还没等收钱 无数的佛波勒带着家伙事 就蜂拥而至 只见普什帕光灯一大酒鸭子 撅起一大块石头 想都没想哭擦一下就扔了过去 后面的伐木工看到也纷纷效仿 一瞬间几百个大石头 就像炮弹一样 哭哭的漫天飞舞 佛波勒不敢抬头急忙鸣示警 听到枪声的众人毛鸭子了 开始分头逃算 但普什帕却非常的冷静 坐怀不乱 他甭起个大木头绝的一个大甩 糊涂一脚踏在木桩之上 飞身而起 装好最后一根木头 穿上车内嘎巴一打火 挂上哪挡一脚油门 把大卡车当时就开出了 蹦蹦车的感觉 也只有这个男人 才能把大卡车开得如此的丝滑 佛波勒也顾不上其他人 一脚油门直追大卡 可是大卡在一个拐弯处突然消失 然后只见普什帕穿着鞋塌了 在路边溜的 这么大一个卡车 佛波勒在周围找了八圈 愣是没找着 看来这个普什帕还真不是一般人 随后就被抓到了局里 严刑靠打